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小蛋糕 赶紧试试吧 准备好鸡蛋4个 低筋面粉200克 白糖140克 倒入200克低筋面粉 白砂糖140克 准备好鸡蛋4个大约是200克 鸡蛋的饼链与面粉比链是1比1 200克 面粉也是200克 鸡蛋刻入盆中 倒入140克白糖 低入几滴白醋可以除去小蛋糕的腥味 准备好打蛋切开高速打发 把蛋清完全打发 打蛋清的功率不一样 打发的时间不一样 我这里打了15分钟 打发这蛋清 这样利落下去 痕迹不会马上消失 就可以了 然后开低速 整理一下气泡 大约1分钟 倒入200克低筋面粉 塞入打发的蛋清中 把蜜粉翻拌至无颗粒即可 大约翻拌30下 这样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翻拌太久的话 蛋糕也容易消泡 没有裱花袋 准备好一个食品袋 倒入食品袋中 烤箱在下火170度 预热2分钟 行刀紧一个小口 蜜糊挤入蛋糕杯中 挤个8分满 把蛋糕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丹子 这次小蛋糕做好了 自己做的小蛋糕安全就放心 而且还特别好吃 挺好吃的 大家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疑问的话 可以私信小丹子 每天一到 这是家常菜及小丹子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